哈喽 各位旅行者们大家好呀 我是于豆 今天给大家盘点一下原生中那些值得收藏的武器 这些武器啊 都是不能通过祈愿获得的 像当初我强化武器的时候快捷放入 一不留神就把这些武器全都给当成了狗粮 真是会不该当初啊 那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吧 一 暗铁剑 这把剑全凸只有一把 是非常值得收藏的 获得方式和连月港快刀城对坏获得 二 旅行剑 获取的方式是宝箱获得 三 吃虎鱼刀 获取方式宝箱获得 还可以在到期铁匠铺与天幕15对坏获得 四 白铁搭建 获取方式是宝箱获得 五 飞天大鱼剑 获取方式宝箱获得 还可以在孤阴阁高处拔出 六 白银枪 获取方式 林月区域宝箱 七 月毛 获取方式宝箱 八 异世界行迹 获取方式蒙德区域宝箱 九 甲级宝爵 获取方式 林月区域宝箱 十 反取弓 这把弓是期间为止 唯一一把加生命属性的弓箭 获取方式 宝箱 还可以在到期离岛码头 与中野对话获得 十一 信使 获得方式 林月区域宝箱 好啦 不知道各位旅行者们 这些武器都收藏好了吗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让我们下期再见